那基本上我們這課程的課程理念大家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我會希望各位從這個課程裡面 可以慢慢的了解Excel裡面的所謂的自動化功能 自動化裡面包含很多 包含就是你用函數也可以達到自動化 可是有的時候函數它沒有辦法 它只能夠step 一行而一個步驟 但是你要下一個步驟呢 你還要再做下一個步驟的動作 那如果你要把它全部貫穿在一起 你就必須要用到所謂的VBA 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有些函數它不在那個清單裡面 可能函數裡面你想說 老師有某個功能 可是我不知道哪個函數可以用 那有沒有哪個函數可以 所以你第一個你要先了解什麼呢 內建的函數裡面有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要怎麼樣徹底了解內建函數 第一個你要先了解 那裡面有大概250幾個函數 那這250幾個函數 我用什麼方式最快可以充通學會 那其實不是實際 而是你要了解函數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會函數的使用方法的話 無論哪一個函數 你都會用 即便你沒有用過 OK 第二個你可以搜尋 某些功能 有沒有搜尋一下 或許可以找到你要的功能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裡面實在沒有的話怎麼辦呢 可不可以自訂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是 完全是 for你的工作需求的函數 有沒有辦法自訂一個函數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讓各位了解 有沒有辦法 第一個內建的函數有哪一些 你會不會用 會不會去找得到 第二個就是說呢 你能不能自己自訂出來 那再來就是說呢 有關Excel 其實Excel基本上 它就是幫你處理一些資料 那怎麼樣處理這些資料 能夠更快速 如果說呢 小量資料的話 你可以放在哪裡呢 放在Excel裡面 但是呢 早期2003的時候 大量資料不適合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最多比數就是多少呢 6536 就是65,536比限制 所以呢 第二個資料 你要再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很不容易 所以呢 在2007之後 它的總比數就增加了 增加到多少呢 100多萬比 100 100出頭啊 所以100萬比以上的話 基本上拿來儲存資料就很夠用了 所以呢 你不見得一定要拿 Asses或其他的資料庫工具 你也可以達到儲存資料的目的 那只是說 第一個 如果你小量資料的話 當然建議用Excel 可是大量資料 你要效率高一點的話 還是必須要放在資料庫裡面 第二個是說 如果 因為Excel 它畢竟是 單機使用 OK 可是如果大家共用的話怎麼辦 欸 比如說我今天有存資料 你存資料 他存資料 大家也存的話 那怎麼辦 難不成用USB 互相在share來 share去嗎 所以喔 要解決共用的問題 最後 可能還是需要用 這個 資料庫會比較好一些些 所以後面我們會講到 另外共用你可以用雲端 用雲端的方法 比如說 你可以把 開一個Google的試算表 然後大家把資料貼上去 也是一個方案 最後就把它download下來 那個就是大家一起共用的 也是OK的 只是說 反正我們 課程裡面主要就是 幫助各位 能夠更快解決問題